196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 5月18日在上海举行 这是我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著名举重运动员陈敬开 陈敬开 以151.5公斤的优异成绩 又一次打破了他本人创造的次轻量级停举 151公斤的世界纪录 这是陈敬开第9次打破世界纪录 一条有意的航线 中国和巴基斯坦直达民用航线 4月29日正式通航 乘坐第一架巴基斯坦民航班机来到上海的 由以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 诺尔汉空军准将为首的巴基斯坦朋友和各国客人 在隆重的开航仪式上 上海市副市长曹迪秋和诺尔汉空军准将先后讲了话 又一条有意的航线 中国和柬埔寨直达民用航线 5月19日也正式通航了 乘坐第一架来自今天的柬埔寨客机到达广州的 由西苏瓦波拉西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朋友和各国客人 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和柬埔寨王国国民议会 参加中简开航仪式代表团团长 西苏瓦波拉西亲王 在开航仪式上 共驻中简两国之间的航空交通日益发展 四月下旬 朝鲜平安北道水稻技术讲授团 应辽宁省的邀请 来到了安东市传经献保 李观摩团长为安东地区的农业技师 技术员和农业工作者 讲授了先进的水稻种植经验 并亲临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朝鲜同志们亲自操作表演 传授水稻育苗的先进方法 他们满怀深情地 在我国土地上拨下了有益的种子 阿尔巴尼亚优良小麦品种 阿博包糖菜已在四川省简阳县大面积播种 这种小麦从1958年引入我国以来 经过几年的试种 生长情况一直很好 阿尔巴尼亚小麦的特点是产量高 抗病虫害和耐旱力强 不容易倒服 很受社员们的欢迎 今年简阳县播种的11000多亩阿尔巴尼亚小麦 普遍获得了很好的收成 阿尔巴尼亚小麦 负负策测报病虫害和植物保护工作 他在1957年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 刻苦钻研业务 浴室和群众商量 各方面都提高得很快 写了一篇关于大面积防治玉米铁甲虫的论文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顾小光又在认真研究水稻害虫三化明的防治方法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有一个普通的家庭 爸爸蒋瑞荣是解放军卯部招待所的服务员 妈妈张贵珍是一家富时杂品商店的售货员 儿子蒋明琪是一位出色的理发员 女儿蒋明秀也是一位理发员 而媳妇彭翠英是一家饮食店的营业员 这家人全心全意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 几年来在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 分别得到过党和人民多次给予的奖励 人民需要的是我们什么都愿干的好家风 鼓舞着这家人继续现身服务性行业的决心 百货公司里的儿童玩具部 是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 为了让孩子们买到称心如意的玩具 上海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玩具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又设计了一批新的玩具 我设计了一批新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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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计了一批新的玩具